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切个蜜瓜 大家吃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甜甜的蜜瓜籽扔掉好可惜 现在终于可以利用起来了 一个蜜瓜的籽 拌上一大勺蜂蜜 一小勺柠檬汁 腌制一会儿 再把蜜瓜肉挖成小球 放保鲜袋里 放冰箱冷冻层 冻到硬硬的之后 刚才腌过的蜜瓜籽过滤 滤出来就是最甜的蜜瓜精华了 把蜜瓜球放杯子里 这样就不用加冰块了 气泡水也不会被冲淡味道 可以再加点薄荷叶增加清凉感 最后倒入满满一杯冰镇过的气泡水 这样一杯不需要加糖 只要蜜瓜本身的甜和一点点蜂蜜 就能得到一大杯清凉爽口 就这满满蜜瓜香的蜜瓜球球气泡水 同样的方法还可以做个葡萄口味的 紫葡萄绿葡萄 只要好剥皮的品种都可以 直接放保鲜袋里冷冻 再准备一些葡萄 简单粗暴的碾碎 加一大勺糖 一小勺青柠檬汁腌制一会儿 冬印的葡萄剥掉皮 就可以当成冰块放在杯子里 淹过出汁的葡萄绿出汁 最后还是加满冰冰的气泡水 一杯满满夏日感的冰冻葡萄气泡水 就做好了 如果前面两种饮料觉得冰冻水果有点麻烦 那要不试试用气泡水自制雪碧 切一个柠檬 一个青柠 半个西柠 都是中间段切片 两头不好切的部分挤出汁 柠檬片 青柠片 细柠片 直接放杯子里 边放边均匀的撒两大勺糖 腌制一会儿 等糖融化 加点冰块 再加满气泡水 搅一搅 就是解暑解渴超清新的 超级凝氧气泡水 跟雪碧比起来 完全必不省钱 但是真的很好喝就够了 对吧 除了这些清新感的饮料呢 气泡水可以做成浓郁口感的 把牛奶到冰格里冻成冰块 西瓜一块 用印度街头刀法切碎 往西瓜碎里加点糖 腌制一会儿 放入冻印的牛奶冰 家里正好有香草精的话 可以加个一两滴 再倒满气泡水 之前我做过很好喝的 印度风西瓜冰牛奶 今天这个算是带气泡版本的 西瓜牛奶气泡水 依然是好喝的西瓜牛奶味 而夏天喝会更加爽口过瘾 最后呢喜欢喝椰汁的朋友 还可以举一反三 把椰汁冻成冰块 四分之一个菠萝切片 一个百香果挖出果肉 加一大勺糖腌制一会儿 等糖融化之后放杯子里 加椰奶冰块 再加满气泡水 这样一杯热带风情满满的 百香剥椰气泡水就做好了 椰子菠萝百香果的组合 喝一口简直一秒穿越到了巴厘岛 那前面这几款气泡水饮料 看完大家有什么感觉 我每次喝完都是一个机灵 夏天扑面而来的感觉 特别上头 然后自己做这种饮料 我觉得特别好的是 口味你可以随便调整 然后甜度也可以随便调整 因为很多时候去喝市售的饮料 都觉得太甜 但又不想喝完全没有味道的 所以就自己做就刚刚好 家里如果有气泡水或者苏打水 以及有一些水果的话呢 就在家试试看吧 YouTube的观众们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 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都会更新 咱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